所以呢,让我们来介绍你一下,如果我们称这个呢,叫做解法一,这个叫做解法一的的话,那我们来这里介绍一个解法二给你看看,解法二,好,那我们稍微呢,把两个地方隔开一下,隔开一下,在解法二呢,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,我们就直接比较绿色跟红色的缎带嘛, 你看看,绿色比红色缎带长多少,不是就是这个地方吗?我们直接把它特别特别的框出来,不是就是长这一整段吗?对不对?绿色是不是比红色长这一整段,OK?那这一整段的长度是多少呢?这一整段的长度,其实呢,不就是五分之四加上五分之一,然后是等于多少? 是等于一公尺吗?对不对?OK?所以呢,你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,你直接把绿色的缎带剪掉了一公尺以后,不就是红色的缎带了吗? 也就是我们的写法可以改写成一又三分之二,这一样是绿色缎带的长度,但是直接减掉绿色比红色的缎带长多少?长一公尺,所以减掉一,你就直接得到是三分之二公尺了,OK? 所以呢,这个题目其实是要提醒我们,当我们在处理所谓连减的题目的时候,就是连续减法,连续减两个数,连减的题目的时候,其实啊,我们甚至呢,可以先把后面减掉的那些数呢,先把它怎样? 把它加起来,然后最后再用呢,这个大数去减掉,加起来以后的数,就可以得到答案,而这样的运算模式,其实让式子变得比较简单哦!